两个拥有特殊基因的小孩 一个是恶的机制 一个是善的机制 他们从小就被人跟踪观察 被有些人当成了实验书 巴林经历了命门残案 他长了凶手许多年 有天他收到短信 上面是馆长的地址 他不知道是谁发来的 但还是杀了馆长 从那之后 隐藏在身体里的杀人本能搜索 做完脑部手术后 善良的药汉一直在压着那部本能 想再次爆发需要一个契机 于是便出现了魔法他杀人的案子 人虽然是小巫杀的 但现场却不是小巫布置的 有人故意留下了薄荷味 项链 凶针 引导他杀了小巫 幻想了他的杀人本能 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是谁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巴林怀疑是博士 因为他的杀人本能再次开启后 博士在引导他杀该杀之人 邀汉说过 他俩都是实验书 他俩从小就被人跟踪观察 说明那些人知道他俩有特殊基因 而博士恰好有检测基因的技术 就算幕后之人不是博士 博士也一定知道点什么 可博士却不肯交代 巴林怀疑杀意 博士这才开口 连环杀人案发生后 他就想到了当初的两个孩子 刚开始他怀疑耀汉 但耀汉眼神里有嫉妒 真正的变态是不会有这种情绪的 所以他才认定巴林是凶手 约耀汉见面那天 他被人袭击 是耀汉救了他 袭击他的人有OZ纹身 他让耀汉去处理尸体 然后说出了所有真相 耀汉把他带回地下室治疗 之后又转移到别的地方 所以耀汉和博士是一伙的 目的是阻止巴林 而OZ属于另一股势力 想让巴林继续杀人 博士知道OZ是谁的人 但却不肯告诉巴林 巴林这样逼博士开口 门铃突然响了 崔碧滴来邀请巴林接受采访 巴林哪有这闲功夫 博士被五花大绑 等巴林回来时 博士已经跑了 而协助博士逃跑的 正是崔碧滴 难道这两人也是一伙的 那边 6264留下的内存卡 让五智震惊不已 每个案发现场 都有巴林的身影 五智立刻找巴林对之 正准备拿出证据 却发现内存卡不见了 被李行警撑乱拿走 五智在厕所找到李行警 李行警死不承认 与此同时 巴林遇问了 五智怎么会知道他是凶手 所谓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正吃药的时候 五智拉着李行警过来 药掉在了地上 五智怀疑他俩是搭档 一个负责杀人 一个负责善后 李行警一直在极力否认 巴林却表现出一副 很疑惑的样子 组长制止了这场冲突 让三人去审讯室冷静一下 五智坚信巴林是凶手 李行警在帮忙善后 他亲眼看到巴林出现在案发现场 李行警拿着陈叔叔不上交 删除监控视频 投内存卡 巴林表示将德秀出事那天 和小只字在家玩躲猫猫 李行警表示陈叔叔是忘了上交 删监控和投内存卡纯属虚构 至于胸前的纹身已经解释过了 空脚兵去纹身店打听了一下 纹的是OJ 不是OZ 但空脚兵不知道的是 这个纹身店老板被威胁了 我这的话没有证据之称 巴林和李行警躲过一劫 巴林通过这件事知道了李行警也是OZ 他查了下李行警的档案 准备通过李行警弄起OZ的事 那边 博士总惦记着秘密的照片 崔比蒂把他送到原先的基地 如果他出事的话 剩下的路就得崔比蒂一个人走了 结果怕杀来杀 OZ组织就在这守住带兔 崔比蒂亲眼目睹博士被带走 天黑后 巴林闯屋李行警家 没想到和武智来了场武域 武智让巴林坦白从还 不然就把他当成变态杀了 去监狱完成梦想 巴林承认 是他用奶奶的刀杀了姜德秀 因为复营有危险 他不得不这么做 复营也知道这件事 李人还因此分手了 接下来是老李的事 老李出事那天 为什么出现在监狱门口 巴林声称是接到了崔比蒂的电话 最不得怀疑老李是凶手 他出于担心才去看了一下 最后是肉铺老板 那算卡里有他进出肉铺老板家的视频 他说冯奶奶执任了肉铺老板 所以才去肉铺老板家赚了一圈 巴林很聪明啊 每件事都有证人 这解释武智看到的事情 执任杀害姜德秀的罪 他求武智给他点时间 等抓到杀害起国的凶手后 他一定会去自首 这番话下来 武智心软了 好歹是拜把子兄弟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但不能只听巴林的一面之词 他得去确认一下 首先找上的是崔比蒂 崔比蒂确实给巴林打过电话 与此同时 老新井老婆走丢 在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空降兵父亲面前 吵吵着要找女儿 还说女儿是崔比蒂 空降兵父亲派人 把他送到崔比蒂的小区 韩夫人正好在楼下 方面有人偷拍 韩夫人过去阻拦时 老新井老婆把孩子抱走了 这时 我只来到凤一家 虽然没把话说白 但能看出来凤一知道 巴林杀了蒂岛秀 临走前 凤一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当年救他的小孩是要汉 如果要汉是在装善良的话 当时的他处于昏迷状态 要汉没有装的必要 所以他怀疑要汉是无辜的 那边 老新井老婆来到派出所 派出所联系老新井 然后把人送了回来 老新井一看老婆抱着个孩子 懵了 这从哪抱回来的 孩子妈不得急疯了 他想把孩子还回去 可老婆死活不说是从哪抱的 一直嚷嚷着是自己的孩子 说极了 就抱着孩子冲到马路上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不久后 韩夫人找到这里 一看地上的东西 不正是孩子的吗 与此同时 卢志重新整理证据 他要证明要汉就是真凶 没被冤枉 这一整理 找到了之前在活动里发现的残查 这句得夸家火了 烧得真好 只把标志留了下来 那边 老新井把老婆孩子送到医院 孩子没事 被保护得很好 但老婆却伤得很重 今晚是个坎 老新井让保姆先把孩子抱走 等找到孩子母亲了再说 结果孩子刚送走 韩夫人就来了 这俩算是老仇人了 老新井立刻意识到 那是韩旭俊的骨肉 真是天赐良机啊 老新井就一个要求 让韩旭俊说出他女儿埋在哪 否则他就杀了孩子 韩夫人跪地求饶 孩子是无辜的 这话老新井不爱听 说得好像他孩子有孤一样 这下把韩夫人拦住了 还好崔比弟在出差 给他留足了时间 妹妹 八零查到一件事 馆长一直在给孤儿院卷钱 看来他知道妹妹在这 想用这种方式赎罪 命门惨案真的是个意外 在楼上不小心杀了八零妈 在楼下又失手杀了八零爸 放好的时候 他不知道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八零改名前叫赛训 弟弟叫赛美 妹妹叫赛西 两人当年躲在柜子里 赛美帮赛西逃跑 自己却没能逃走 赛西虽然治理有些问题 但却有一项独门绝技 能记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 耀汉去找八零钱 来这儿见过赛西 还给赛西讲了八零的事 上小学时 两人就结下缘分 启国出事后 两人再次相见 八零偶然间露出的眼神 让耀汉想起了当年的再寻 启国的手术是耀汉做的 人在受到攻击时 会本能的抬手防御 但启国只是指头断了 没有防御的痕迹 说明是被非常亲近的人突然袭击 连抬手的时间都没有 耀汉当时就锁定了八零 后来接到博士的电话 从博士那知道了所有真相 由于太过震撼 但拜托朋友调查一下财务三组 因为朋友也在那家公司上班 朋友的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便查到了 所谓的财务三组就是OZ组织 资料上显示 耀汉和再寻是实验体 从小就被跟踪观察 耀汉家的那些被害人照片 也是朋友从财务三组搞到的 知道真相的耀汉选择和博士联手 对手太过强大 在国内全力掏天 OZ组织的人又遍布各行各业 无论是报警还是向媒体举报 都有可能被无声无息的灭口 朋友怕调查财务三组的事败露 耀汉让他先出国躲躲 而那天正是奶奶上门保洁的日子 耀汉一直在追奶奶 是怕奶奶暴警后遭遇危险 结果奶奶告诉了巴林 死得更惨 后来巴林伤了耀汉朋友 耀汉决定亲自动手 清除巴林这个社会独留 五致给耀汉下套那天 耀汉转移的不是汉国 而是博士 与此同时 五致找人还原了标志 线索指向了基因研究所 拿到耀汉从这拿走的资料后 五致彻底懵了 那面 凤一想起一件事 凶手不是被他划了一刀吗 只要确认耀汉的胳膊上有没有霸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去问了下空降病 差点没把他气死 警方压根就没记录这件事 这就让凤一有点郁闷了 他明明告诉了巴林 巴林为什么没上报呢 凤一开始怀疑巴林 五致也是 腰汉来监狱的目的是取韩旭俊的血 那启国是谁杀的呢 凶手又是怎么转移尸体的呢 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关于箱子的位置 只有巴林单方面的陈述 如果是巴林撒谎了呢 如果凶手是巴林 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与此同时 凤一去找巴林确认刀疤的事 可巴林却睡得很沉 凤一突然心血来潮 看了眼巴林的胳膊 差点没把他吓死 正准备悄悄地走 就被巴林一把抓住 看巴林的表情 难道要对凤一出手了 窥探第十八集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五致和凤一都怀疑上了巴林 这下巴林该怎么解释呢 箱子的事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 刀疤更是铁证如山 按说巴林是实验书 他做的一切都是被人引导的 OC组织的主人才是真正的大boss 那这三人会相爱相杀 还是会联手对付大boss呢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